HELLO 同學好 我是劉昕老師 老師今天要幫同學做會考的總整理 我們在這個總整理當中有分六個大主題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相似型 相似型這個主題非常爆炸重要 我們在會考的時候一定會考 那至於說相似型如何利用呢 那我們會從後面的影片來介紹給同學 我們來一起看吧 首先我們複習觀念 第一個觀念就是我們的內分比性值 那什麼內分比性值呢 就是說一個三角形當中 如果這個A珠是一條角A的角平分線 那這時候有個性值就是左右的比 會等於底邊的比 左右的比會等於底邊的比 所以如果左右是3比4 那這兩個底邊就會3比4 這是所謂內分比性值很重要 看到角平分線你要想到內分比性值 左右比等於底邊比 好這畫起來 第二個平行線解比例線段 看到平行線你要想到解比例線段 那什麼叫比例線段呢 就是平行線 左比等於右比 所以左邊如果2比3 那右邊一定是2比3 這性值非常重要 第三個平行線結三角形兩邊成比例線段性值 這個第三個跟第二個很像 只是說它是在三角形當中 兩邊成比例線段 來這邊有三角形 今天呢如果這兩個線段平行線 那這時候呢一樣喔左比等右比 我們稱為這四個線段叫做比例線段 而這個四個比例線段呢 看你要怎麼比 如果左上比左下 就會等於右上比右下 如果左上比左全 就等於右上比右全 那如果左下比左全 就等於右下比右全 所以這個東西都沒問題 那現在重點是中間這裡 中間哪裡呢 這一段PQ跟BC 所以我們的這個第四點很重要 這邊呢就是PQ比BC 有沒有這裡叫中上比中全 中上比中全 會等於左上比左全 來這裡喔小心喔 左上AP比AB 會等於右上比右全 所以這是第四個要很清楚 所以今天呢如果我看到左上左全是2比3 那我們的右上右全 也一定是2比3 我的中上中全也一定也是2比3 那同學下面這一段多少 就是1嘛 因為2跟3相差1 所以換句話說今天有個題目 如果有三角形 我方向這是4 這是3 那這是4這3 那同學中上跟中全幾比幾 那就是4比幾 4比7 可以嗎 加起來是7喔 所以中上中全 等於左上左全等於右上右全 這個性質很重要 就是平行線結兩邊成比例線段性質 好第四點進階公式 那這公式呢是幫助同學遇到像這樣題目 只要一個四邊形 我們有個性質 會非常快喔 這個觀念什麼呢 就是說有一個四邊形 只要對角線相連之後 會形成四個三角形 答案就是上下肌或者左右肌 上下相乘或者左右相乘 這是面積喔 也就是說今天如果這裡是4 這裡是3 那如果這裡是6 那這裡多少 答案就是8 為什麼呢 因為4 6 24 會等於3 8 24 那為什麼會有上下肌 會等於左右肌呢 來這個詳句號 上下肌等於左右肌 上下肌等於左右肌 上下相乘等於左右相乘 任何四邊形都可以喔 不一定說一定要T型 T型一定沒問題 但是任意四邊型只要連起來 上下肌等於左右肌 好那為什麼呢 很簡單喔 原因是這樣的喔 因為同學這兩個三角形幾比幾 我們的ABO跟我們A珠O 是不是等於底邊比 BO跟珠O 那同理呢 這兩套型也一樣啊 面積比等於底邊BO跟珠O 所以完成囉 這兩面積3比4 一定會等於底邊 BO跟珠O 也會等於另外兩個 6比8 所以難怪嘛 這個外相肌等於內相肌 也就是上下肌等於左右肌 這個觀念是這樣來的喔 好我們看第二個 那這個呢 也是一個進階性質非常重要 我們上高中有另外講法 是利用三角函數的概念 就是中間這個夾角 如果一樣的時候 那這個小三角形 跟大三角形的面積幾比幾 答案就兩邊的乘積比 這個夾角的兩邊的乘積比 好也就是說喔 今天你看喔 這個A租1小三跟這個大三 如果線段這段是3 這段是5 這是2 這是5 那答案這兩個三角形幾比幾呢 答案就是夾角的兩邊乘積比 所以就是3乘2 比兩邊5乘5 所以答案就是25分之6 那這個證明怎麼證呢 也是利用什麼 也是利用三角形的 就是所謂的 底邊比等於面積比 面積比呢 底邊比的應用 利用這樣概念去衍生出這個性質 那這證明呢我們在這個 這個時間點我們就暫時不證了喔 你要注意就好了喔 那當然你要再回去想一想 連這條線 好老師提示你囉 連這條線 然後利用 我們剛剛講底邊比的面積比 概念去證明 ok 好第五點 三角形兩邊 中點連線性質 我們稱為中中連線性質 中點連線性質 好 就是說有一個三角形 兩邊的中點連線 第一是左邊的中點 一是右邊的中點 看到中中連線一定會怎麼樣 一定會平行第三邊 而且長度是第三邊的一半 所以這裡是1比2 這個非常重要 考強要提醒同學喔 中中連線性質 平行第三邊 而且長度是第三邊的一半 第六點 我們的相似判別性質有幾個 是有三個 哪三個 第一個就是SS 在SS SS 再來呢 AA相似 對不對 SS SS 跟AA相似 兩個A 第三個A也一樣 那個A就假角嘛 就角度 角度 好 這是相似 那快速複齊全等 哪五個 SS SS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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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HS 這五個是全等 好 所以前面兩個的敘述 的順序是一樣的 有沒有SS SS 都一樣 好 那所謂的SS 相似就是說 今天兩個三角形 如果三個邊的比例 它單挑比都一樣 那我們就說它一定相似型 單挑一樣的話一定相似 今天有個小3 比如說叫234 然後有個大3 叫做468 那同學這兩個有沒有相似 答案一定有 因為對一邊都是乘比例 單挑比也好 我們團結比也好 都一樣 有沒有單挑2比4 3比6 4比8 都是1比2 那就是相似 團結比2比3比4 等於4比6比8 那也相似 所以都可以看你用什麼角度 團結比還是用我們的 單挑比都可以 利用這個特性就是相似 第二個SS 就是假角一樣的時候 注意喔假角一樣的時候 兩邊乘比例那就一定相似 所以今天一樣畫個圖 如果一個是2一個3 假角60度 好那這邊還有個圖 一樣喔假角是60度 所以你要很敏感 兩個三角形如果假角一樣 那這時候呢 你發現它兩邊一個2跟3 一個4跟6 那有沒有相似呢 答案一定有 就是因為假角一樣 然後兩邊的比例也一樣 那就沒問題了 這就是所謂的SS相似 好在AA相似 給我兩個角度一樣 那就一定相似嘛 所以今天兩道型 你只要看到 這裡是60度 這裡是70度 60度 70度 70度 有沒有相似 答案一定有 可以喔 那也不一定要這樣子啊 如果圖它故意呢 它故意考同學 不要用這個假角 用這裡70度可不可以 也一樣喔 然後你不要說老師 它是左上 還有什麼 右上 怎麼變左上右下耶 也一樣啊 你這個稍微旋轉一下就好 然後翻轉一下就好啦 它其實 兩個角一樣 第三個角也一定一樣嘛 就一定相似 所以這順序呢 你自己參考就好了 重點是兩個角 角度相同就可以了 第七點 相似三角形的重要性質 好 這個同學 我等一下出個題目喔 非常漂亮的題目 他說 只要相似的三角形 它所有的對應邊 所有對應邊喔 什麼對應的高 對應的中線 對應的邊長 一定都會成比例 一定都一樣 那面積比呢 一定是邊長的平方比 邊長平方比 舉個例子 同學們 我們就講正方形也好 同學 邊長二的正方形 跟邊長三的正方形 他們兩個一定相似嘛 那它面積比呢 是不是變成四比九 因為正方形的面積是 長跟寬嘛 長成寬 那因為長跟寬一樣 那就長的平方嘛 就邊長的平方 三三得九 二二得四 所以 面積比就是邊長的平方比 這是用正方形來說明 那三角形還是一樣 同學 兩個三角形 今天對應邊如果二比三 圈起來二比三 那保證它的高 一定二比三嘛 所以它高假設叫二H 它高就三H 所以你這樣觀察結果 底跟底是二比三 高也是二比三 那面積不是底層高除二嗎 所以底層高 底層高除二除二 大家都一樣嘛 所以底層高 就二乘二得四 三乘三得九 所以確實沒有錯 等於它的邊長的平方比 這個也非常重要 所以呢有個考題 他曾經這樣問 那老師呢 當然畫的 就是他這樣問 他說呢 這邊呢是夾角一樣 夾角一樣 然後呢 他說這二這三 對不對 那譬如說 他說這六 這個是四 然後這邊畫一條 角平分線 角平分線 好他問你 請問你喔 這兩個長度幾比幾 這兩個長度幾比幾 我現在是分開畫 有時候考試是並在一起 兩個疊在一起 因為夾角一樣可以疊在一起嘛 那這時候邊就會疊在一起 就會共線 那這種題目你要很敏感 那二跟三 四跟六 他雖然顛倒 那也是二比三嘛 對不對 小比大都是二比三 那夾角也有一樣 那就是相似型啊 所以角平分線的比 一定會等於什麼 就是對應邊的比嘛 所以對應邊就二 比上四 欸對不起 二比四沒有錯喔 單挑二比四喔 所以邊長比就是一比二 所以這要很清楚 只要對應邊乘比例 任何的對應邊都乘比例 OK 好再來第八點喔 N邊形的相似判別定理 一樣 如果N大等於四 那講囉 N大等於四 就四邊形以上 那如果兩個邊數相同的這個多邊形 必須注意 同時滿足喔 你必須同時滿足兩個條件 第一個對應角要相等 第二個對應邊要乘比例 以上喔 一定要都成立 你才可以說相似 所以四邊形以上非常嚴謹 三角形就不用 三角形只要那三個 其中一個成立就可以了 四邊形以上就要兩個同時滿足 好 我們看這題 就是說今天有四邊形對不對 你必須都要檢查喔 你四個對應角都要對應相等喔 對不對 這四個對應角都要相等 然後呢 每一個邊都要對應邊乘比例喔 每一個邊喔 對 左比左 等於下面比下面 等於右比右 等於上比上 喔 那就一定這樣 都要同時滿足喔 那個且圈起來 我才能說相似喔 缺一不可 很重要 好我們來看一下精選試題分析 好我們看第一題 那題目說呢 這是一個三角形 他說這三點貢獻 還有這四點貢獻 來 ACE貢獻 還有ABG F貢獻 他還說平行線 這兩條 BC平行D1 CD平行EF 好 那已知AB是2 DF是7.5 EF是8 請問同學CD多少 好像這種題目 你看到平行線 馬上想要相似 馬上想要比例線段 這很敏感喔 考前要特別注意 平行線 想要相似 想到什麼 想到比例線段 所以這兩個重點 你要看清楚 好那來利用一下吧 你如何求我們的 所謂的CD多少 那假設CD叫X 你為什麼求CD 這時候同學 我先拿另外一個顏色 來做區別 你看到平行線 那這是同位角相等 對不對 你看到平行線 同位角相等 然後這個概念很重要 所以其實再講一次喔 超重要的 平行線 第一個想要相似 第二個想要比例線段 第三個 就是同位角相等 內錯角相等 同側內角互補 這三大衍生的性質 你要很清楚喔 好 那今天影畫完啊 很明顯的CBD跟什麼 EDF是相似 A相似 好 那因此如果今天求X 你不覺得X比8 就是對應邊嗎 是等於底邊 底邊就是Y比上7.5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說 今天我要求X 我不如可以先求Y 為什麼呢 因為我Y算出來之後 我的底邊跟底邊比例出來了 那我的右邊跟右邊 我的比例也出來了 這是我的想法 好 那為什麼說老師一定要 一定要求Y呢 因為這一題另外還要想一想 他給我平行線啊 對不對 除了兩個相似以外 你要用左筆的右筆啊 那因為這邊是平行線 那這邊又是平行線 你不覺得他共點嗎 這個共點我們有訓練過 如果共點也就是我們利用這一組 來我們用這一組 有沒有 因為你平行線嘛 就是右邊比右邊 或等於左邊比左邊 那這時候左邊可以利用喔 為什麼呢 因為有兩種可能嗎 你看喔 如果用這一組耶 右比右是等於左比左 也就是2比Y 好老師這邊簡易寫 因為我們這邊是快速的 考前總整理 所以我們速度可以加快 那同理 這一組平行線呢 也一樣啊 右比右 會等於左比左 那就是2加Y 是比上7.5 所以利用這個 可以把Y算出來 OK 好我們來開始囉 外相機內相機 把它展開 把Y算出來 這邊15 15會等於2Y再加Y平方 好那這邊是純計算 我就不正了 你自己算囉 我們這邊算出來 Y是等於3 因為3515 那Y等於3那沒問題啦 把Y用3帶進去 來 Y用3帶 好所以這邊展開畫簡 所以多少 A等於幾 是7.5 乘S等於8324 也就是24分之7.5 同乘2 15分之多少48 來再約分除以3 所以5分之幾 5分之16結束 這是5分之16 OK 所以這裡很精彩 好我們看第二題 那這題呢 要求面積 求中間這一塊 左邊3等分 右邊5等分 你怎麼求中間這個斜線 佔全部的幾分之幾 好那像這種題目呢 首先你觀察 既然左邊3等分 右邊5等分 你不覺得這個點跟這點 有什麼剋性 我們剛好發現到這裡是1比1對不對 那這裡也是2比2啊 兩份比兩份啊 所以其實我們發現到 它就是中中連線耶 所以中中連線會平行第三邊喔 而且長度就第三邊一半啊 因此我們可以這樣想 既然是相似型 而且呢 長度是第三邊一半嘛 那這裡同學1比2 所以小3跟大3幾比幾 就平方比嘛 就1比4 所以如果這個佔一份 全部是四份 你四份扣一份 中間這三份 有問題 可以喔 所以這塊跟這塊是1比3 我們現在只差 最下面這一塊算出來就好了 我算出這一塊 全部就出來了 啊全部出來 3這個也出來了 那就結束了嘛 現在重點是下面怎麼算 好注意了我們的想法 來連這個bi 為什麼當我連起來 我可以得到 這個abi呢 中間這叫分隔線 分隔線來 底邊幾比幾 底邊不是2比1嗎 所以底邊2比1 面積就是2比1 那這是4啊 所以這塊多少 92 是不是 就是4比2等於2比1嘛 所以這塊有啦 只差這一塊 那這塊怎麼算 這塊 那這塊也一樣 你看我們頭呢這樣歪過來看 你看喔 這是2 2加24嘛 我們這一塊是1 這一段是1 所以今天整個大的abc 三角形 這個bi就分隔線 這個分隔線底邊4比1耶 所以面積就是4比1 整個多少 整個是6耶 6比多少等於4比1 那就是6除以4就好 所以這邊是1.5 完成了 很快喔 對不對 這邊是1.5 所以這題呢 全部都有了 全部就是6 再加1.5 就7.5 所以答案呢 這個三角形是7.5 比上什麼 中間是3 所以答案呢 來兩邊同乘2嘛 所以15比6 來再約分就好了 再約分 所以答案再除以3嘛 所以答案無比幾 5比2結束 可以喔 好 所以答案選 逐 好 那第三題呢 也是非常漂亮 進階題目 他考什麼呢 他說 三個邊是連續整數 而且最大角的度數 為最小角的兩倍 求這三邊的邊長為何 好 你先簡單畫一下圖 我們畫一下喔 既然三邊連續嘛 那我就假設 這是a 這是a加1 這是a加2 連續喔 相差1 好 最大是最小角的兩倍 好 他考大邊大角小邊小角嘛 來各位同學 誰是小邊啊 這小邊對小角嘛 那最大邊最大角 所以這兩角有個2比1的關係 我設x跟2s 好 那我怎麼求呢 那這題非常精彩 競賽題 但是他觀念可以拿來考 我們會考可以拿來考 那怎麼說呢 這時候我們要想個方法 你怎麼求這個a 你要求這三個邊長嘛 這題要做一個輔助線 怎麼做呢 我們就把這個邊延長出去 這個邊延長出去 延長出去然後取什麼 我們取一個點 我們取一個點喔 延長取一個點 讓這個點呢等於ac這一段 好我們把它標一下喔 同學標一下 所以我們想法就是延長什麼 我們的想法就是延長ab 然後取 ae ad 等於ac 好這邊有個低點喔 ad等於ac 連接cd 老師因為這邊的速度 控制一下 所以我們會簡寫一點 注意喔 你自己在會考那天 非選擇題 你還是要寫清楚 我們這邊把觀念講清楚就好了 敘述當中你可能要寫清楚喔 好當我連起來之後同學 我們都取這一段 ad等於什麼 等於ac的嘛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利用外角性質 外角等於內 對面的核 你這又是等腰啊 所以這兩個底角就出來 都是x度 所以你現在看清楚囉 有xxx2s 那這時候我發現到 哇這個小三兩個底角都是s 我這個大三底角也都是x 那就相似型啊 所以同學三角形的這個所謂bdc 是相似這個小三cda 好 那這樣相似型來接幾個字 11個字喔 對一邊乘比例 對一角相等 好 來思考 你這段是a 這也是a吧 對不對 那你這底角相等 這兩個是1啊 這是a加2 所以這一段也是a加2 你看全部都出來了喔 所以這個技巧真的很漂亮 延長然後又取相等 好那總之回到剛剛說相似型嘛 來11個字 對應邊乘比例 對應角相等 來我們這樣想 我們的大三角形的1 是a加2 比上底邊就是2a加1 所以1比底會等於小三角形的1 比上底 可以嗎 這也是喔 1比底等於1比底 所以這時候我們利用交叉相乘 後面就純計算囉 交叉相乘 所以a平方 我們展開齁 稍微加快囉 來會等於多少 2a平方 4再加a 可以齁 加相乘 來一項化解 這邊就是a平方 是-3a 然後-4 然後等於0 來這邊是11 41 負正嘛 所以答案呢 a會等於4 那多少呢 負1是不合 對不對 負1不合啊 你邊長哪有負的 所以答案呢 a等於4 4到H 所以這題答案就是多少 456 ok 好 所以以上呢 就是我們第一個 就是我們這個主題 這主題就是我們的相似型 記得齁 相似型對應編成比例 對應腳相等嘛 還有平行線 想到相似 平行線想到左筆點右筆 平行線想到同位腳相等 內錯腳相等 還有同側內腳互補 ok